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犹太新年就要到了 今年的犹太新年是从9月25日的日落到9月27日 提斯利月1日就是犹太新年是神创造世界的第六天 你知道神在第六天创造了什么呢 犹太新年的西伯来文是Rashishana 意思是The Head of the Year 也称为Yong Terua 吹脚节 Day of Shouting 提斯利月是犹太胜利的第七个月 犹太宁世利的第一个月 共30天 提斯利月1日是Rashishana 犹太新年是意思是新的开始 新的生命 重新定位你的人生使命 根据口头拖劳 神在以路月25日开始创造世界 第一天 神说有光就有了光 因为以路月只有29天 所以以路月25到29 有5天 就是神创造世界的前5天 到提斯利月1日 就是神创造世界的第六日 也是神造亚当夏娃的日子 犹太新年是庆祝神 创造人类的日子 今年的一路月25日 是9月21日 创世纪一章3到5节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咒 成暗为夜 有晚上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一日 今年的一路月26日 就是今天9月22日 在创世纪一章6到8节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 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 将空气以下的水 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二日 今年的一路月27日 是9月23日 创世纪一章9到13节 神说天下的水 要聚在一处 使汉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汉地为地 称水的聚处 为海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 和结种子的菜蔬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合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 和结种子的菜蔬 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合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三日 你知道神在第四日 创造了什么吗 期待明天的分享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 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分享 Shallung Sharing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